做了嘛 还没 没关系 反正我就照我的方式来讲 你们这题目应该都知道逻辑吧 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要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 阵列内不重复 出现反正就一到九 那这个一到九 无论你怎么排 他一定呢 横向 纵向 两个斜边总共八个方向 加起来总和全部都是15 这个就是所谓和洛之数 那要把它输出 无论纵向横向都是 15 那基本上当然做法很多 那最基本的我想就是说 我们 当第一个你可以想一下说那你要怎么样可以让他 八个面八个方向的全部都等于15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个阵列 阵列的话呢可以是一到九 的数字 然后乱数让他跑 跑完之后的话判断一下 说各个八个方向加起来加总 是不是都是15 这个是比较笨的方法啦 不过 至少 逻辑上面的话呢 你时间会比较久 但是至少 我们写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先把这一题稍微想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我给各位那个我的解法 给各位参考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